吕大人 这坛子 可是在你的地窖里搜出来的 怎么 还想推卸给他人 司徒却在我府上多年 有心腹一二很正常 埋下坛子不成问题 我真是后悔 如此不忠不义之人 正给杀掉 以绝后患 多说无意 吕大人 浅吧 等等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坚守自盗 罪加一等 至于要如何处置 那得看王上的意思 不 你们不能带他走 回去白府 白忠会保护你 不 我不走 我是你的妻子 我哪儿也不去 你们 灵儿 赶快回白府去 我受了牵连 卑鄙无耻的小人 司徒先生 今日你立下大功 说吧 想要我如何奖赏 将来公子成功了 我再要奖赏吧 也好 走吧 公子 我这儿有个重要的人证 人证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干什么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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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我真后悔 当初就应该让吕不韦杀了你 后悔 晚了 你 巧儿 快走 我们去找大哥 我走了 姑奶奶 你都在我这儿 毫了半个多时辰了 我的丈夫 马上就要问罪了 我能不哭吗 灵儿 还记得父亲怎么说呢 只有弱者才会流泪 你赵秦国的律法 我也跑不掉的 所以法子 早就替你想好了 只要你暗律揭发吕不韦 只要你暗律揭发吕不韦 非但可以免于连坐 你还能够保全嫁妆 这法子怎么样 大哥 你怎能这样干 夫妻本是统领鸟大难 临头各自飞 只要那个吕不韦一死 我就替你另寻丈夫 我不要 你要任由他死 我就陪他一块死 灵儿 不要任性 大哥 我求求你 帮帮他行吗 救救吕不韦 不是我这个当兄长的不救他 而是我实在救不了他 灵儿 你知道有多少人要他死吗 那吕不韦本是商骨出身 如今却成为了秦国的相邦 多少人平日里苦寻他的把柄不成 现在还不得痛打落水狗啊 灵儿 别说是我救不了他 就是秦王都保不住他 大不了不做相邦了 我们回魏国去 军不见当初变法的商鞅何在 难道他不懂得激流勇退的道理吗 那些人一开始就是来要你的命的 逃不开也躲不掉 来中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给士兵一枕的吗 你明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对 就算没有司徒缺出卖吕不韦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就算没有司徒缺出卖吕不韦 公子夕在吕不韦的地窖里搜出了金水 足以证明吕不韦坚守自盗 偷天换日 吕不韦下狱 太子血统存疑 亲王受人攻击 你还当得成征讨洞州的先锋吗 好 好 你不去 我去 大哥 王上 外面发生何事 勋公带着一帮宗室大臣候在殿外 闹着要见王上 宗室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是要公子夕代替吕相领军出征东州 这一条王上硬了 第二条 是要严惩盗窃君资的吕相 第三条 开朝 一 如何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还有什么不可说的 说吧 他们要王上废太子 还有 还有我这个王后 好了 现在怎么办 小春 有一件事 要拜托你 来 公子 公子 公子傅呢 在 在秦殿里 用过膳了吗 更用过了 手中何物 拿来 奴婢有罪 奴婢罪该万死 但奴婢 都是听了公子傅的吩咐 我 怎么了 和我一道出发吧 说笑 哪有人出门行军打仗 还带着孕妻的 山长路远 就不怕有个闪失 别再撞目作药了 你根本没打算给我生儿子 不知你在说什么 父子二媒为莫 以唇苦酒 祸图幼座 去之大了 范雅 你这是要活活地 打掉我们的孩子 知道也好 本来也没打算瞒太久 为什么 你的心难道是兵做的吗 孩子已经那么大了 你就算不管她的性命 难道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我想方设法地嫁到秦国 绝不仅仅满足于当什么公子父 我要掌控秦国的权利 你该死 说 你都做了什么 试试 来呀 狠狠地刺进去 你就可以解脱了 你姐动手啊 说吧 你都做了什么 我已派人 和赵国太子达成协议 当你的大军参战 原本协助东周的赵军 会反过来 替你杀掉东周军 那赵国呢 赵国会得到整个上党 为了以前那些事情 你就那么恨自处 恨到精心策划 连赵国都拉下水 我爱他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爱一个人 为了他 我背叛了父母 抛家弃国 我付出了一切 也牺牲了一切 可我最终 什么都没有得到 这种滋味不好受 所以他必须死在我手里 而你 就是我的箭 我是你的箭 你如愿以偿 咱们成交 那你是要什么 想想 这还是你第一次对我交心 那我也对你交个底 你 当年父王受制赵国 其他人都不愿跟随 只有母亲愿陪其远赴邯郸 他二人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三年后终于归琴 母亲以为苦尽甘来 可没想到 回国仅仅两月 竟被人发现柜中藏着情人 可笑的是 父王竟然相信 于是他命人 将母亲封在石棺之中 活活闷死 零行前母亲大喊着 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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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后来呢 后来证实不过是构险 于是 父王觅人打开石棺 浮尸痛哭 我猜想 那个时候 他一定忘了当初的承诺 他曾经答应过母亲 有朝一日登上王位 母亲 便是秦国的王后 所以 你拼了命 也要夺回来 别误会 我不会是那种为母报仇的傻子 过了这么久 母亲到底长什么模样 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我 我要当王 只是因为我要做秦王 而告诉你这些 是有件事情要托付于你 这是母亲当时留下的纪念 我不能带走 你替我留着吧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我答应你的事情 绝不誓言 我发誓 一定让你做秦国的王后 公子傅 您为什么不告诉公子 那药您最后没用啊 滚出去 滚出去 滚 放开 来人哪 乖乖和我们去皈依殿 带他乱动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要叫父王杀了你 太子 起来 全天下都知道你是吕不韦的杂主 真把自己当太子了 拿好还敢对我放肆 放肆 放肆我 你竟敢对太子无礼 我到了殿 还有更放肆的呢 住手 住手 诸位想对我儿子做什么 母亲 王后 他们要杀我 王后 你怎能私下出刑 朝议尚未举行 你们便听信侍锦流言 随意污蔑太子 须之以下犯上 形同谋逆 人人得而诛之 更何况 我只是请二位大臣吹吹冷风 清醒一下他们发热的脑袋 我想你们几个 不想效仿二人吧 朝议要开始了 护送诸位去皈依殿吧 朝议过后 再来向太子请罪 诺 请吧 正儿 你敢一个人去皈依殿吗 母亲能陪我去吗 你长大了 应该学会面对这一切 待会儿春仪 吩咐你怎么做 一切都听她的 嗯 母亲在雍门宫 等你平安归来 太后 公子在吕府发现了金水 证明 吕不韦就是盗贼 这件事我与王上早已知晓 既然证据确凿 那就开始下一个议程 今日来 咸阳城谣言四起 言及太子乃吕氏的私生子 而吕不韦与当今王后合谋 意图混淆王室血脉 篡夺大秦王位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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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为朝廷重臣 竟也相信 这种无稽之谈 杨泉君 你失礼了 无凭无据 怎可口出妄言 薰宫教训得是 臣 渐月了 不过臣 毕竟是王上的舅父 有权对血统不明的太子 提出质疑 今日特意请薰宫来 就是让您代表宗室 亲眼见证 吕不韦与那赵姬的阴谋 我也想知道 我是如何实施阴谋的 王上 我有证据 可以证明太子是迎勤血脉 拜见王上 太后 大胆 你女子 竟然公然上殿 太后和宣侯父不也是女子吗 怎么她们能来得 我这个证人来不得 你乃王后亲密的朋友 你的话 焉能取信于人哪 空口白蛇自然不能 但不论你的证据是什么 现在都得靠边站 殷义师 你到底想做什么 滴血验亲 诸位怀疑太子身世 只要验上一验 看血是否相容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浩兰 当众滴血验亲 你就不会觉得耻辱吗 她为了我 愿意直面太后 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也愿意为了她让步 放下自己的骄傲 可这法子 未必管用 我相信你 一定有法子 让众人心服口服 对吗 我愿意一验 请吕相 慢着 走 王上 不必验血 寡人也知道郑儿是迎其血脉 是寡人的亲烧而造 王上 臣知道当众验血实属难堪 但是如果不这么做 如何验证